大家好 我是张婷 今年19岁 来自山西 今天是你的心愿是吧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带父母去看海 为什么偏偏去看海呢 因为四年前 我得了不死的癌症 尿毒症 但是当时其实父母 我的妈妈她也有冠心病 需要做大桥手术 我爸爸她也有前列腺疾病 也得做手术 但是他们当时都没有去想自己 都是花钱来给我治病 我们家里负债累累 都是为了给我治病 我今天才能健健康康地 站在这里 今天父母也来到了现场 来 我们掌声有请她的爸爸妈妈 来 你们好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张婷的父亲 我叫张杰仁 我是三十人 今年六十一岁 六十一 来 我是张婷的母亲 我叫周玉英 我今年五十九岁 来自三西 三西 当初是怎么发现她这个尿毒症 当时这个张婷参加中考的时候 发现孩子眼睛 他的脸 他的脚 都肿了 来到医院以后了 先给孩子测试他的血压 他的低压 是一百五 他的高压已经达到二百二 当时我的精神 我就崩溃了 我就知道这个血压这么高 化院以后 这个咱们普通人这个肌肝 在一百以下 他的这个肌肝呢 已经达到一千四以上 大夫就通知我说 你的孩子是尿毒症 突然之间患了尿毒症 而且尿毒症这个病 第一很折磨人 第二需要钱 这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 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大夫就提出说是 孩子要进重症 血压是降不下来 发高烧也降不下来 病危通知书 下来四五回 大夫就跟我说 准备后事吧 我就想了 我说是别人的孩子 带给他的父母 是毕业证 录取通知书 我的孩子 带给我的是 病危通知书 给他治疗这个病呢 我坚决不放弃 昏迷了好长时间以后 他表现得特别坚强 他知道我们家里面 经济上的这个问题 重症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拔掉针头 拒绝治疗 就说是我要出去治疗 就是这样子的 那赶紧配型换肾 这个时候还谈不上这个换肾 因为他的血压降不下来 完了他的高烧退不下来 就换肾也没用 还够不上换肾的条件 他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我说我就负债累累 把房子贷款 贷款拿回来的自己 说是就张庭吧 孩子基本上稳定了吧 一个星期 要就是透析三次 大夫说是 最终孩子要换肾 他一说这个换肾呢 然后我就懵了 然后我一想 我这个孩子是我们捡来的 要是配型的话呢 不是亲生 不是亲生的 那肯定 十万分之一 对 完了后来 然后我和我爱人就商量 我说是 要不咱们四言四言 我姑娘 我还有个长她 十五岁的一个姑娘 十五岁 因为这个还是减下的 我们就去配型去了 配型以后 哎呀真是天意啊 我爱人 真是就配型成功了 她跟她配型成功了 十万分之一配上了 十万分之一 说明真有缘分 有一颗胜质在她身上 那真是天生的缘 当年是怎么收养的呢 我们两个呢 为了补贴家里面 问亲戚朋友 借了五万块钱 买了个出租车 白天上班 晚上呢 跑出租车 为了补贴家里面 我记得一千二十五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元月六号 一个晚上啊 上了两个顾客 就是打着三个包裹 上来 到了目的地以后 就告诉我爱人说 我一会儿我们还要走 上面还有个包裹 等了半天也不出来 后来后面就觉得 有了动静了 我爱人回头一看 里头有一个纸条 孩子出生三天 好心人请收养 我爱人一看这个情况下 拉上这个孩子以后 就回到家里了 这真是缘分 而且其实 他得这个尿度症的时候 你们年纪已经很大 家里面经济还非常困难 花了不少钱 是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七八十万了 七八十万 这都是借的吗 都是借的 就一个收养的孩子 为他既付出了 全家之力 借了钱 而且还付出了 自己的一个肾 而且居然还配心成功 你说这真是 你说他是巧合吗 我倒觉得 还真不一定是个巧合 我觉得这是老天安排的吧 到现在吧 他的身体吧 就是说是 前列腺这个病呢 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一天十几趟去卫生间 就是他这个前列腺 很折磨 对 然后 他也干不了别的活了吧 那家里怎么办呢 我说为了张婷 身体健康 为了他的学习 我为了我爱人的身体健康 我要把这个家里面撑起来 然后我就找工作 后来听说 这保姆这个工作很赚钱 我爱人做了手术以后 当时我的这个头发 一夜就摆了头了就 因为我筹钱嘛 到处筹钱 然后去了家政以后呢 说是你这个白头发 人家都拒绝了 就说你年纪大了 对 然后我就想办法 我就去买了蓝发水 我自己就蹭一蹭 一个月我就蹭一次 我蹭得黑黑的 我每天累得精疲力 已经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 所以张婷 这一家人其实跟你既有缘分 同时呢又为你付出良多 甚至比对自己的亲生的 女儿付出的还要多 我想问一下 当初当妈妈和爸爸告诉你 你是被抱养来的时候 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当时其实挺震惊的 因为他们平常待我 真的特别的好 他们对我的这种恩德 我也会把他们看作是亲生的 在你患病的那段时间 你所亲眼目睹的 这对老夫妻 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有哪些是让你特别感动 有的时候到了冬天 因为我们家经济特别困难 他们都只是买的那些 十几块钱地摊的那种 便宜些 就看得都特别冷 特别心疼 你父亲捐一颗肾给你 是冒着生命危险 只要这些事情 你都深深地记在心里就好 张婷那有一封信 是写给爸爸妈妈的 我们请她来念一下 亲爱的爸爸妈妈 时间过得可真快 四年前我刚进重症监护室的日子 仿佛就在昨天 从小 你们在我眼里就是超人 你们经常深夜十一二点工作完才回家 是为了赚钱 在本该享受清闲的年龄 却因为我而背负了那么多 你们有要守护的人 所以选择坚强地挺过来 而那个人就是我 爸爸妈妈 只是这样轻轻地叫你们一声 便会让我热泪盈眶 你们依旧力大无比 你们依旧是我的超人 最爱你们的二女儿 张婷 开着出租车的父亲 发现后面有动作 于是把那个孩子抱起来 探出车外 去找那对 遗失孩子的父母的时候 老张这种朴实厚道的样子 也让那幅情景更为生动 其实这真的是缘分 但女儿的这个心愿 希望去看海 是希望我们通过大海 淡化一些目前家庭的困境 能够看到更好的灿烂的明天 我们来听一下五位老师 对你们的助力 我们其中一位老师 就是做旅游的 我觉得刚开始听女儿 这个心愿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 普通的旅游的梦想 听了你们的故事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梦想的背后 其实它包含着感恩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 所以六人游定制旅游 愿意去帮助这个女孩 去完成她的感恩的心愿 谢谢你 张婷 就是爸爸妈妈 在这么多年的抚养过程中 一直都给了她很多很多很多的爱 可是却给自己留下的生活的享受 少得可怜 当听说在冬天的时候 爸爸妈妈也只能买地摊上的衣服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穿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站在这儿 就可想而知这个家庭把所有的爱 把所有的能力都给了你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送你们全家 每人一套崭新的 不是地摊上的衣服 希望你们能够全家都开开心心 漂漂亮亮的去 那同时呢我想 除这个之外 张婷也一定想快快的能够回报爸爸妈妈 对不对 我们营老文化呢 也非常愿意在你的每一个 你能够方便的时间 假期里面 给你提供一份带新的实习工作 希望你们全家能够幸福 祝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 特别特别感动 我们经常讲 我们只要保持我们的善良 未来这个家庭也会越来越好 当然你今天的幸福心愿 我也代表我们公司代表熊球集团 全力支持你们完成今天这个幸福的心愿 谢谢 谢谢